每风大雨就会有激烟水灾情的基隆条河街 没想到这回竟然是由土石流冲进了必杀山水社区的车库 而且这个体积之大几乎盖住了车库口一半以上 非常惊人 民众表示条河街这次受到台风的影响 先是出现了局部的土石流 但没想到随着雨势加剧 山坡上头的这些土石呢 竟然是突然狂泻而下 而且还灌进了一旁的社区民宅的车库里面 金龙市长谢国良得知消息之后 也赶往到县长了解情形 一块带你来关心 根据了解条河街市在2号的时候 就已经先出现大约是有50公分的积水 但没想到是在今天早上9点多 先是有一旁的土石崩落 而且还冲进了一旁的社区民宅 金龙市政府应变中心指出 过去24小时最大的降雨量为318毫米 而目前积淹水的灾情大约是25件 有建筑物出现了回损的情况 大约是21件 而露树的灾情则是5件 关于土石灾情也有5件 现在收到消息之后都已经加紧处理当中